中国记者宋祥报道 上海队新星郭浩文 今日为NBA球队洛杉矶湖人视讯 未来他的选秀前景如何呢 据国内篮球记者宋祥报道 郭浩文将在北京时间6月7日 为洛杉矶湖人队视讯 这已经是今天夏天 第四位赴美训练 准备加入NBA的中国球员 此前参加CAA Pro Day 视讯的曾帆博和于家豪 表现都十分亮眼 尤其前者 今年很有可能以次轮秀被选中 除此之外 辽兰队的小将张震琳 也已经赴美训练 尝试加入NBA的可能性 而2000年出生的小将郭浩文 上赛季为上海出战 场均可以砍下13.7分 2.3满板 2.1助攻 表现可谓上家 此前 他也被魔术队视讯 视讯结束后 立刻返回洛杉矶 再次为湖人视讯 而今年选游大会 虽然湖人并没有选秀权 但是他们有意 用现金购买一个选秀位置 预计将要补充风险 因此 郭浩文等五位新秀 在今日为湖人队视讯 试图争取这个名额